作為人群計算 很簡單 將你220 減少年稅 就得到你最高達到的心跳 這個誤差是很大的 因人不同 這就是心跳的極限 我們不會叫心臟病的病人 或者想做一些鍛鍊 不要達到這個心跳 我們叫他將心跳達到差不多 220 減少年紀 成六折到七折 舉個例子 如果一個五十歲的人士 我們建議他做一些心跳 差不多一百到一百一十下 然後他可以做三十到六十分鐘 一個禮拜最少做五次 這個我們就叫做一個大仰的 一個好的鍛鍊性的心跳 如果你做這個運動 你突然覺得胸口有點壓力 或者有氣喘 跟這個運動來說不適當的氣喘 或者心跳亂 頭暈 或者有暈低 這些一定是心臟病徵組的症狀 那時候應該停下來 然後就去找醫生看 其實心臟病很多種 病人系的醫療來說 看醫療到什麼程度 但一般來說 一個康復性的心臟病 在醫院來說 或者去參加一個康復的運動 他可以減低心臟病復發的機會 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所以他是適宜做一些運動 但做到什麼程度 就視乎不同的心臟病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 逐個病人評估 好似一個病人 塞了血管 我們就會做一些測試 好像做一個跑步 看他達到什麼位 而完全沒有心搞痛 也都沒有心電圖的改變 我們可以叫他 用在做這個方面的運動 如果他通了波仔 我們可能在三個月到六個月後 他們的運動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限制 好似乎每一個心臟病 是哪一類型和病患者康復的程度 一般來說 經濟性的運動 我們都不是很建議 如果他已經有心臟病史